哎呀,这说现在哈,女人有钱呢,勾无光继,男人有钱吧,自补吃币,小孩有钱,最可怕,他花钱雇我,给他当帝 二零三 这 进 你是进兜的老师 对啊 我是进兜的家长 进来吧 来,坐 你们这孩子,你当家长是怎么教育 我没说你啊,哥,你别紧张,来,坐下 你们家这军斗啊,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打张飞,骂李葵,偷灯泡,踩地雷,就没有他不敢干的 你们是不是得好好管管 今天,又跟同学打了一架 小孩打架 那也不教个神啊 这还不叫事啊 老师,我了解俺家孩子,他一般不现动手啊 今天就是你儿子先动手打的人家 对啊 啊 现瞎手,不吃亏啊 我跟你讲,你才是真的 老师啊 那你说,他为什么要打人呢 哎呦,说起来都跟个笑话似的 你儿子,非得花钱雇人帮他写作业 人家不干,他就打人家 那不活盖嘛 啊 有钱不赚,那不必要嘛 就是我危险 哎,你这都什么家长啊 老师,您先别生气啊 那个,你看啊 你别帮数了我一个人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是不是也应该找找对方家长呢 人对方家长啊,马上就来 好,你等对方家长来了 我好好跟他唠叨唠叨 老师,我家孩子跟人打架了 啊,就你啊 啊 你还有脸来啊 你怎么教育孩子呢 啊 我怎么教育,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跟我没有关系呢 从长的样吧,能教育出来什么好孩子呀 哎呦,你长那个模样 你能教育出什么好孩子 你和谁俩比比哗哗的 哎呀 你干谁俩呢 你扣我刀像吃了 扣不打,行 那你俩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这是学校啊 都够严肃的 问题还没解决明白呢 你是谁家长啊 金豆他妈 哎呀,你是 金豆他爹 那你俩不认识啊 谁爹呀你啊 你谁爹 你谁爹 他跟我生气呢 喂 校长 开会是吗 哎好 我马上到啊 那个 你们两口子啊 在这讨论一下 问题怎么解决 老师你放心吧 不是老师 哎来过来来 过来过来 你谁爹啊 你谁爹你 老妹啊 谁你老妹啊 大姐 爹谁叫大姐 婶儿 婶儿 你这一会儿老妹一会儿大姐 这又是 你能不能给我个准确点的继承啊 你到底是谁 我是你儿子花钱雇来的地 什么 你呀 儿子呀 你说你姑姑这样的给你当地 你就没考虑考虑妈的感受吗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了 我跟你说啊 您现在孩子要被学校开除了 咱现在是不是想想孩子的感受啊 咱先不说打架这个事 就说他花钱雇我当地这个事 要是被捅出去的话 将来肯定被太厨啊 太厨了就上不了学 上不了学就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就没有处议 将来长大以后就跟我说的 呀那可不能跟你这样的事 那我儿子 那我儿子怎么办呢 那我儿子 那能怎么办呢 电话 喂 老公老公 你不是说你忙就不过来了吗 哎呀行啊 你别来了 什么 到学校门口了 啊好好好 谁呀 孩子他爸 亲爸来了 哎呀太好了 那你们两口都好好散了啊 我先走了 行 老妹 别紧了 发送 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 我太着急 太着急了 你等会儿 老师吧 啊 进度的老师吧 我不是进度的老师 老师 你千万别生气 我知道我那孩子 他不省心淘气 在家有时候淘气 我都不想给他当爸 不是什么生气的事 这个孩子啊 你是进度他爸 对啊 哎呀 你过来来 啊 你家那个孩子 太不像话了 我知道 在学校里边哈 打仗费 马里奎 偷蹬炮 踩地了 有没有他不敢 老师呢 你放钱啊 我给你拿钱 你把钱带的 我回来好好教育 我好好教育 对了 这个还不算 怎么呢 他还和同学打架 又打架了 没事老师 不管把对方打成什么样 什么住院费 医疗费 营养费 我都包 我赔 来来来 不是 老公 老公 你给他拿啥钱呢 打一会儿 打一会儿 老师 你打 你儿子什么样 你不知道啊 这个时候不把钱 给老师顶上 你能行吗 钱得用这刀刃上 你们俩走得 好好散聊散聊 好好 我刚刚提醒 你别走啊 你怎么了 我儿子 家长都到了是吧 好来 跟我进屋吧 不是 来这样啊 你们两口子 站这儿 对 我这个 你站这儿 不是 这个 金豆他爹 你先跟人对方家长 表个态吧 这 不是 不是 你等会儿 你是谁啊 我是金豆老师 那他是谁啊 他是金豆他爹 不是 我是金豆他爸 哎呦 我的天哪 你说这现在 这小孩也太幸福了 你看这一有点事 亲的 厚的 都来了 你看这这弄 什么叫亲的厚的呀 亲的厚 兄弟啊 不是 我 怎么 怎么回事 老公 其实 你别叫我老公 这 让我琢磨 我说我今天要来 你不让我来 这么大事 你一直瞒着我 好 本来我今天想过来 研究研究孩子问题 对不对 现在看来 只能研究研究家庭问题 哎呀 老公 你听我跟你解释 你别给我解释 没想到我今天一来 我会遇到这么尴尬的局面 啥也别说了 你带着他 赶快走 赶快走 哎呀 不 我告诉你 金豆是我儿子 跟你俩任何关系都没有 以后金豆的抚养 非教育呗都我一个人管 不用你们 哎呀 老师 其实这事 如果让孩子知道 我会在他心里 留下很深很深的 阴影 但是没事 我有钱 我有钱 我有的是钱 我就不相信 我真机翻译 我培养不出来 有冲喜的孩子 就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你知道吗 你别给我说这个 哎对了 还没走呢 走走走 我伤打点了 赶快从我眼前消失 关了 哎呀 兄弟你让我说句话 行不行啊 你还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你 我必须得说 我是你儿子 花钱雇来的爹 哎呀 老公 你真误会了 不是 这个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听我说啊 他怎么回事呢 我正在供地里干活 就看到你们家的孩子 在供地旁边 在那儿 钻钻摸摸的 在那儿苦呢 然后我就过去问他 我说孩儿啊 你苦什么呢 他说 他在学校惹祸了 要被开除了 还不敢告诉你们两个 怕你们两个揍他 然后呢 就花钱雇我当地 来建劳士 这我一看 孩子苦得太可怜了 那我就来了 你说这孩子就是 你先别埋怨孩子啊 你先想想你自己 我 兄弟啊 你刚才说那些话 我不同意 孩子是钱培养出来的吗 还什么 增进排银 我就能培养出来好孩子 还有处起来孩子 错 孩子都是好孩子 关键是看你怎么教的 你了解孩子需要什么吗 你了解吗 爱 父母的爱 父母的关系 就你们两个这样教育孩子 总结起来就三个字 钱少了 不就是钱吗 谁没有钱 谁出门不踹个 三千两千 那你的钱呢 老公 那个什么 那个兄弟兄弟 你别生气 别生气啊 你刚才说的都对 我们俩挺有愧的 对 其实你说的道理啊 我们都懂 不是钱闹的吗 我以为有钱就有了一切 但是现在想起来 不是那么回事 兄弟 你放心 我回去以后 我好好教育我儿子 媳妇 首先从咱俩开始 好的 好的 我才听明白 原来你才是金豆他爸呀 对呀 我还不 relatub 谢谢 我贺sn 众��� 和 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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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